大家不知道在做些什麼呢,對吧? 早前就跟大家說了 說我是撞傷的 因為暈倒在地上 但是除了眼睛感受到整容的過程之外 其實好像我這樣 我每天都會做體能,每天都會做舌頭 但是其實我從來沒感受過做四萬下以上的sit up 那個腹部的感覺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這陣子 我自己都覺得我很對不起學生 就是我真的沒辦法可以做到sit up 或者可能做一些chess roll 一些body wave的動作 其實我基本 其實我是勉強地做的 但是我又不想我站在這裏 只是告訴學生 但是我沒想過 原來真的暈倒了那個歸力 可以大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我頭頭 其實我以為只是頭撞到 所以喊累了 然後呢,其實那晚當晚的時候 其實這裏拉骨也有點痛 不過我沒有將它留得太過複雜 我純粹是覺得 可能是你刮我地下 那時候其實它撞到 所以這裏會撞到一點點 然後呢,第二天 其實都沒什麼 然後去到第三天 然後說,你發覺原來 你發覺原來呢 是 它也不只說我到呼吸氣都痛 但可能假設性 要你做拉筋 或者要你條腰要動的時候 你發覺這裏的肌肉 好像不受理控制 那當然了,我有很多學生 會問我 其實你有沒有去醫院檢查過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怕去醫院的人 那我經常似著自己 有一點知識 那我就自己去自行判斷 我自己有沒有問題 那當然了 如果可能這件事真的去到 1月或2月都 一直覺得痛 那我就會去看醫生 但我覺得 其實現在都是距離我弄傷的那段時間 因為其實我是星期五弄傷 那其實都真的幾天 那但是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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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好嗎?有沒有好一點? 其實我沒有怎麼回答 但是起碼我可以動得、運動得好一點 還有最適合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你會感覺到這幾天除了呼吸吸氣有困難之外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期大家不要有好笑 我一笑這個位置就很不同 所以不一定做不到 但有時候我會勉強自己和學生一起做 但其實我這期不是因為偷 因為我真的無林位 希望學生可以乖乖地自己做 但是我甚至乎好像現在這樣 你拉近了沒有東西的 你會看到你的腳打開 但當你一下去的時候 人家不知以為你肥了20個 這個位置就像是脹起了 然後打指一力痛 然後經常想握回氣 但卻不能握出來 因為好像是你頂住了 所以這個教訓就是教大家 但平日呢 逛街呢 其實真的不應該一直按電話 所以其實我才是最瘋癲的人 即不應該按電話 不應該看著地下 因為其實你掛低了 原來也有幾多麻煩的東西 不過因為我上次在韓國跌倒的時候 我的難骨都沒妥 我純粹是半邊面流血 因為撞到這裡 會直接是霸了 但這次是沒有表面的傷害 除了紅了我眼之外 但其實現在大家都看到我的眼 當然我今天也有塗一點遮瑕 但大家都看到它開始紅了很多 這個教訓就告訴大家 然後走路 記得要保持清醒 如果真的覺得不舒服的情況下 真的要找一個地方坐下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有時候真的 你暈倒了 其他徒人 真的有些會怕 你會不會是新冠狀病毒的人 或者會不會是怕你有試驗 或者怎樣 其實我叫做很幸運 我真的有人走晚 Take care 你可能有時候 你真的預約最煩惱的時間 但其實是有很多人在街上 但不必會是人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所以 好了 那 大家已經知道整個過程了 但 大家 除了知道我血糖低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小秘密 那 在第 四集 我跟大家說 好了 大家記得留意我的Youtube頻道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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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送án